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三 5月20号 欢迎来到由第一证券 first trade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的节目 那这是我们第十季美股期权早班车的最后一期 也是第八期 往往一季的话我们会做八期 那也是最近比较动荡的市场 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那在完成这一期之后呢 我们将会恢复原来的一些期权内容的公开课 比方说卖家的一些策略 如何以小博大 仓位控制 等等的 那这个之前我们往期的课程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 包括first trade的YouTube频道上 都已经是上传上去了 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美股实战学院 Rootrade US 上面有一个play list 专门是讲的期权公开课的 那上面是有全面三期的内容 那后面呢 我们会带来更多的 关于期权卖家收入策略 跟期权以小博大 还有期权的风险控制等内容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想把前面三期的内容 做一个答疑 同时呢 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 最近一直都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做一些互动 那我们来做一些互动的关于美股期权的实战的答疑 那当然这边以往的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啊 first trade的YouTube频道 还有美股实战学的YouTube频道 都可以回看到原来的一些内容 好 那我们进入到本次的主题 简单的免得生命 如果说选择继续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刚刚呢 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 把前面两节课跟大家承诺的啊 关于期权的基础的一些内容文件啊 整理好了 发给大家 那由于这是美股实战学院的内部文件 很多都是内部整理编辑的文件啊 所以希望希望大家不要外传 希望大家不要外传 那这个链接发到聊天这里了 如果后进来的同学 可以互相帮忙下载一下 我们用dropbox这个云下载啊 这里有十九个啊 九个文件啊 关于这个美股期权的一些常见问题了 啊 还有说美股的一些期权常见术语了 希腊字母了 策略学习表 各不同的策略啊 他的这一个学习 理想的收益曲线 还有分类啊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汇整 对吧 希腊字母 期权的常见策略 常见术语 常见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期权策略101的一个powerpoint 也是把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些期权的策略进行了一个汇总 对吧 讲过了进行一个汇总总共有十来个策略在这里面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这个文件去复习去回看 然后同时我这边补充了一些关于期权基础的一些内容 还有一些期权的电子书 大家可以去补充内容去回看 那这个都是我们之前承诺给大家的一些内容 这边终于是发给大家了 那在我们学院的美股实战学院的这个百度云盘上面啊 有更多完整的期权学习资源大权 除了这个期权的基础以外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次我们是分享了一些 有一些关于期权的基础内容 对吧 也是结合我们前面三节课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些分享 那这次的话我们做一些答疑 答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及时的提出 会用到以下的一些 不好意思啊 工具平台 那我们简单的进入到这一次的这个流程当中 那今天我没有准备太多的内容想去讲 更多还是想说看看大家的问题 由大家的问题来进行一个互动式的答疑 这样的一个公开课进行 首先我们先看大家的问题 这里有同学问说 美股 这个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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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里有留同学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复了 开始了已经 OK刚刚有一个内容已经回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中美贸易战 这个问题问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对美股有影响 首先我觉得中美贸易战 你看前面一两年的这一个中美贸易战的过程啊 都是这样的啊 分久必合 合久可能当中还会必分啊 当这个事态开始稳定的时候 对吧 川普总会找一些事情来做的啊 就是要 这个找中国算账 对吧 或者说惹出一些国际上的一些 一些矛盾啊 尤其是跟中国贸易上的一些纠纷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中美贸易战 这其实是一个常态 可能更多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是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反应啊 我们看之前中美贸易战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 呃 当美国追着中国穷追猛打的时候啊 美股可能往往会有一个强势啊 我们看之前在19年出现贸易战到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看到美股其实一直往上走的对吧 一直在往上走的 啊 当然跟美国经济很强势有关系啊 当然美国经济现在是在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上啊 所以美国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 我觉得这边啊 中美贸易战首先第一可能比较难打响啊 就算打响了也是在美国有很强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才敢去做这个事情 要不然双方都会受到很负面的影响 可能美国还美国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啊 按照以往的套路 美国经济强 才敢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事态安稳了 美国才敢做这个事情啊 所以呢 在事态安稳的前提下 美国做这个事情 美股反而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在负面的预期下 美股可能会有回调 会有负面的反应 但是呢也是迅速的会price in啊 贸易战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情况 然后也是迅速的在贸易战缓和之后 美股又会创新高啊 那我们看是否还是会这样的一个套路吧 那以往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 这边美股是否现在已经中期到达了顶部 6月份会不会进入二次回调 那其实像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 对吧 上节课我们讲的内容是美股的健康回调 对吧 美股的健康回调 那当时我预计美股会回到2700啊 那当然最好的话到2600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中期的买入机会啊 但是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那美股在完成了一个12345的一浪上涨 动能上涨之后啊 这边做了一个ABC的一个平行 二浪盘整非常的短啊 短到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甚至有点不敢置信啊 但我们看到迅速的又来到了前高的位置 甚至昨天是出现了比前面的高点更高的一个期货指数啊 盘外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 那这边我们有理由相信那这个回调可能已经结束了 或者说啊如果回到结束的话 我们这边将开启去3100啊去33100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那如果说回调这边没有结束 或者说回调都没有开始啊 这边我们这个12这边还是在一个三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也就是说这边可以当做是12 12对吧那这边是一个三浪当中的123 4 5啊那这个5可能会去到这里对吧 然后可能才会有一个更大的回调 往到更深的位置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都可以对吧 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这边都可能要往上千去测一下 3000甚至往更高的位置去触碰一下啊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回调 然后这个回调可能会是更好的入场机会啊 可能会是更好的入场机会啊 那这两种情况我再说一下啊 再说一下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启回调 对吧还没有开启回调 在这一个动能浪上涨过程当中还未结束 那还未结束的话呢这边就是12 整个大一浪当中的12 然后大一浪当中的3 三浪3可以拆分为123 然后4 然后这边有一个5 那这个5的话可能不会太长啊 可能不会太长 可能止步于3000 或3000附近 然后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深入的回调 是一种情况对吧 snare number one snare number one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边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走势 就是 像我刚刚最先输的 这个可能一浪已经走完了 这是一个二浪的一个平行盘整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启一个大三浪上涨 比如说这边可能会有个1 然后有个2 3 4 5 那无论是哪种情况可能都会先是向上一点点 然后再下来 那两种情况的区分在于 上去之后的回踩是否能够踩得住 如果能踩得住的话 我们今天将会马上的回到前高 甚至会创新高 会创新高 那这是接下来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上个节课讲到的是美股健康的回调 那这个健康的回调是可以介入的 那只是没想到周一这么快 因为有疫苗方面的利好 直接的拉起来了 那我觉得疫苗这个东西呢 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啊 美国这个目前还是全面的压住在科技上面 压住在这个疫苗方面啊 那我觉得对疫苗的这个重视程度非常的高 对吧 我觉得疫苗就是解药 对吧 那像之前的Galier Science特效药 可能并不是解药 对吧 可能有些许的缓解 可能也有政治药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异议成分在或这个这个这个信心啊 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 但我们看到现在美股啊 或资金方面更多的啊 包括这个政治政府方面也是把疫苗 当做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压住在这上面啊 感觉科技以为以人为本对吧 而不像中国用这个土办法 就已经搞定了疫情了对吧 那美国这边是要用高科技啊 要去解决疫情 对吧 两种不同的方法啊 那也是很有意思 对吧 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疫苗股的话 一会儿我们有机会 可以讲一讲啊 也可以讲一讲 那我觉得疫苗股的话 可能有点过分的被炒作了啊 有机会的话一会儿看看啊 另外的话呢 我们再看看今天早上 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啊 对早上好 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LK LK LK今天是要 复盘了 今天已经是复盘了啊 已经是复盘了啊 我们看一下LK的股价 盘前这里可能没有数据啊 盘前这里肯定没有数据 那我看到这边盘前最低开盘的时候 是去到了两块钱啊 去到了两块钱 这应该是没有盘前的数据啊 但大家可以通过 Yahoo Finance或其他的一些数据员 可以看到开盘的这个开盘前 是去到最低两块钱啊 两块零二分啊 然后最高的话呢 是去到了三最高的时候是去到了三块六毛四啊 三块六毛四 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风险界定了啊 三块六毛四以及两块零二啊 那如果破了两块零二 余东汪的Owner 短线操作啊 我们是说的是短线操作啊 OK 那这个是被纳斯达克要勒令退市的 那目前他申请了这个听证会啊 所以说他会有一个延长时间啊 就他可能不会这么快退市 对吧 他会有更多的交易时间 我这边记得是30天啊 申请这个听证会之后 好像是15号申请的对吧 所以他可能会交易到六月的六月初啊 六月中旬可能大概是啊 所以这边我们只能做一个短线的操作啊 因为一旦这个股票退市之后 对吧 从纳斯达克退市之后 那他可能会转到 Ping sheet 粉单 对吧 Ping sheet或者OTC 非主板的这个交易所上面 当然也可以继续交易对吧 也可以继续交易 LK可能不会破产 对吧 但可能会值一点点钱 但是可能这个信用啊 各方面呢 会受到影响啊 那当然依然可能在中国卖咖啡啊 但是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受到大家 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待见啊 包括机构可能也不一定会 对吧 去继续的去去去去持有啊 或者机构可能会大量的甩仓 对吧 也不排除在这段时间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交易波动会非常非常的大啊 所以这些属于是一个短线的交易股票啊 我觉得如果在纳斯达克主板退市 并不是宣告他的破产 对吧 或者说跌到零啊 但可能会无限接近于零啊 这个要小心啊 这个要小心 所以你如果持有LK的期权也好啊 或者说股票也好 一定要在短期的时间内了结啊 见好就收 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再去开新的仓位了啊 如果开新的仓位的话也是 局限于短期的仓位啊 也是局限于短期的仓位 那期权更是这样子了啊 期权更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LK啊 这个期权波动非常非常大 这种情况下咱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啊 不要去凑热闹了 有很多更好的品种可以做对吧 有很多更好的品种可以做 包括我刚刚讲到的这个SPY啊 那可能也可以考虑做一下Botterfly 对吧 SPY也可以做一些Botterfly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啊 那这是LK啊 LK目前盘前的数据是2块6毛9 2块6毛9 2块7 一个BandNAS的一个价格 一个BandNAS的价格 当然这些分析其实都没什么用了 对吧 因为这个数据做假的话 这些分析都是没什么用的了 现在只能看图来做了 看图来做了 那期权链也不要去碰了 因为这个肯定是期权波动非常大 而且期权非常贵的啊 非常贵的啊 那就是这个啊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有同学问说 美金未来三五年的一个趋势 抱歉啊 最近是有点花粉过敏 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喉咙也不舒服啊 美金未来的趋势 我们先看日线图啊 那这里这里我们看这个低点是不断在抬高的 那这是一个收缩性的一个三角形 收缩性的三角形 那往往这个三角形是会向原来的趋势去突破的 我们看美元的趋势大趋势是向上的 对吧 大趋势是向上的啊 所以 这里我觉得美元会向上突破啊 从月线图来看啊 那你说的三五年的趋势 对吧 三五年的趋势 那我们要看月线图了 对吧 更长远的趋势看月线图了 那从这个圆弧底起来之后啊 一个回踩经典的回踩突破的位置 对吧 经典回踩突破的位置 然后现在又开始准备向上走啊 那之前三月份的这个美股的系统性熊市 导致美元的激增 但是也是回到了16年的高点啊 然后呢 现在安稳下来 但还是在一个上行趋势当中啊 那只要这个三月趋势不破啊 那我期待美元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最终可能会来到104冲破 然后甚至跑到这个位置 所以美元可能还是会是一个不断升值的 这样的一个外汇品种 一个资产啊 那这边跟美元相关的很多品种啊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啊 那我们看到之前我讲到的一些 避险类的一些品种啊 避险类的一些品种 其实跟美元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啊 那我觉得这个市场现在是有一定风险的 对吧 从更长远来看 当然短期看上去一切都很好 对吧 当然长期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 包括大家提到中美贸易战啊 疫苗啊 疫情啊 还有说这个美国的大选 今年年底川普是否能连任啊 等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关注的啊 所以很多资金啊 可能需要去选择一些防御性的资产 防御性的资产 像黄金 国债啊 还有美元 这几个趋势都很漂亮的 对吧 然后还有市场上有些其他的防御性资产 当然可能也受市场的这个波动影响比较大啊 但我们看到几个大的品种 对吧 国债 这边是防御性的 这个这个资产的美元也是属于保值的一个东西啊 黄金也是属于抗通胀保值有价值的防御性的产品啊 所以这几个品种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啊很强 从18年一路上来啊 那这个趋势我相信可能会继续保持 对吧 当然其他的话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大的波动啊 主要是房地产类的受到这个波动影响比较大 可有consumer staple 必需品消费 还有这个utility公共事业啊 那这些可能会受到大盘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啊 但这几个品种我们看到 对吧 依然还是保持它坚定的一个上行趋势啊 就从长远的风险风险来看 这里还是有的啊 长远的风险这来看是有的 tlt什么时候入场比较好啊 tlt这边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啊 我觉得tlt要等它跌出机会的时候啊 3月份的时候确实跌出机会了啊 现在我觉得更多是在一个区间游走 那如果说要做更长远的投资的话 可能要等一下他如果能回踩一下150啊 也是原来突破这个位置 当然我觉得可能性可能有点小啊 可能有点小啊 但不排除接下来可能会给这样的机会啊 如果一旦给的话 我觉得tlt国债etf 20年以上的国债一天这个是可以 这个可以拿着的啊 可以考虑拿着长线的 当然这可能比较适合 比较稳的或资金比较大的学员啊 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保洁pg啊 这个属于是必需品消费 必需品消费这个也没什么太多的亮点啊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市场可能觉得 疫情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他来说会有些影响 但疫情慢慢的是在衰退的啊 我觉得很多这个疫情股啊都被炒作了几轮了啊 所以这个pg啊我觉得就不做更多的关注了啊 期货期权亏损的也是投入的资金吗 啊期权理论上来说是可以 亏损大于你投入的资金的啊 只要你做的是卖家的策略这边是会有潜在更大的风险啊 那这边期权我们随便做一个卖家的策略 我们试一下比方说你卖这个 五块钱的put 我们看这五块钱的put 选择数字啊选择一个合约数是1 解释一下订单类型无效限价1 是现在不给交易吗 期权还是用这个期权极客吧 还喜欢用期权极客这个功能 期权极客 稍等一下啊 期货的话呢比方说上次的原油对吧跌到零以下 那这个肯定就是亏大于你投入的资金了啊 那期权的话如果是卖家策略的话这边要小心 啊 有时候可能出现市场极端的情况下 会亏掉你投入的本金同时把你账号里的剩余的现金也给亏掉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这边卖权的策略更多就是相当于说是这个short option sale to open option sale to open option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把期权极客这个用好啊 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具可以使用 OK是不是不给交易啊 那我们试一下spy吧 数据 refresh it 等我刚 登陆进来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个option的put and call ratio一直小于1 有何意义 put and call ratio 那这个其实说明看涨看跌的啊 在期权链上看涨看跌的人的数量 对吧 那put and call ratio往往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total put and call ratio 一个是equity个股的啊 然后一个是index指数的啊 index加上个股的等于total的 那total的话可能是市场上更为一个中立的一个一个全面的一个表现啊 就说明现在市场总体的一个put and call ratio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看个股的话我们看个股现在严重看涨的多一点点 对吧 一个看跌的里面有两个看涨的 一个看有一个看跌就有两个看涨的啊 然后index的这个put呢跟call呢现在大概是1比1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现在目前啊 市场是极度的在看涨个股 当然呢对冲指数的情况是比较平衡的对吧 有一个人看涨指数有一个人看跌指数 然后总体情况来说还是偏乐观的啊 偏乐观的啊 所以put and call ratio一直小于1 说明现在市场是比较乐观 甚至接近于极度乐观 从equity point call ratio这里可以看得到啊 其实这个是有危险的啊 这个是有危险的啊 这个是有危险的 好option play进来了 我刚刚用的是dropbox的链接啊 dropbox的链接已经发到这个问答 还有聊天这里大家应该都有了啊 已经发给您了啊 没有用百度的链接啊 百度链接是我们学院的云盘的链接啊 这个没办法分享给大家 因为里面内容太多了啊 可以简单的讲一下疫苗股 我觉得疫苗股的话 这里没什么太多可讲的啊 基本上就是过度的被炒作啊 过度的被炒作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回来等这个数据啊 过度的被炒作啊 然后高位蒸发 1.3 million 然后再76块钱 modara这只呢图形很漂亮的啊 这个就是属于是短炒了啊 看图来炒 这公司现在目前啥都没有的啊 传靠一个疫苗的信念 支撑的股价 那这边上来 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平台盘整突破 到这个平台盘整突破对吧 那些图形都是很经典的啊 直到说这个负面的消息出来了 或者说利空 利多出尽了啊 那目前来看这只股票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关注的余地了 因为市场基本上已经把啊 这目前市值已经25个billion 接近30个billion的市值了 那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疫苗成功的这个概率 都已经price in去不少了啊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个盘整的时间 然后才可以再去关注了 要不然我觉得这只股票已经没什么可关注的了 另外还有imo imo这只也是一秒的图形很漂亮啊 那圆弧高位上来之后被炒作一轮 之后一个圆弧起来 再一个小圆弧起来啊 那这边这是一个上升的一个三角形 那感觉这一只啊也是要打算要突破的这样的感觉 这个图形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破位啊 当然这只之前被这个香园给做空了啊 那关于疫苗相关的股票 我这边有一个列表啊 当然这列表可能不是说最全的 疫情相关股 然后还有一个是疫苗试剂股啊 可能不是最全的对吧 但这里面基本上涵盖了很多关于 疫苗的一些股票 可能最近还有一些新的疫苗的东西出来啊 但很多都是要注意很多都是陪跑的啊 可能都是陪着modera跑的 那modera可能是龙头对吧 他可能是最终可能能成的那个 那其他的话可能够呛啊 其他的话可能够呛 那这里还有几个我也加进来吧 CBOBCRX 然后还有一个TBIO 还有一个这个ACRT 这个应该也是吧 这里加进来这几个啊 AC还是ARCT啊 ARCT ARCT ARCT也是对吧 涨得很凶的啊 那有一些是陪跑 有一些可能这边真的是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突破的啊 但都是在很早的数据前前期对吧 一期或者是到二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二期跟三期尤其是三期才是最重要的啊 那三期的话我觉得这就不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了啊 一期二期可以很简单很快 有特批对吧 二期的话可能 以后到三期就可能特别的难了 这边就要更加的小心了啊 更加的小心了 疫情的影响下有哪些股票 哪些受你觉得受疫情影响的股票对吧 疫情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都属于是新经济对吧 但很多新经济的话呢 是没有持续性的啊 有些新经济是被炒作的意味比较大的 但有一些新经济像Netflix Amazon 对吧 或互联网教育游戏类的啊 或者跟网络互联网科技相关的啊 这些我觉得可能更多值得去关注一下 有疫情的后续的啊 疫情中期或第二个阶段后半个阶段啊 或是后面还会有不断持续的 像这些股票 我觉得可能更多值得去关注一些啊 很多更多值得去关注一下 包括最近机构的持仓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概股对吧 很凶啊 SE这个是做东南亚的这个游戏电商 电子支付的也是腾讯是最大股东 包括拼多多啊 被砸下来了啊 昨天被尾盘被砸下来了 我们看最近也是表现很强的 然后包括这个中国还有一个万国数据啊 中概方面我们看到疫情的后半阶段的这个股票脱颖而出啊 当然如果徐儿师如果没有被做空的话 可能也是在这个互联网教育或者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板块啊 那就是可能几只股票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 那这些都是还有包括bilibili对吧 这也是互联网视频媒体啊 也是很强 昨天并没有被甩卖下来啊 并没有被甩卖下来啊 所以这些股票可能我觉得是真正的疫情新经济产生后续强势的大牛股啊 是美国不给世卫交保护会会影响美股吗 可能不会啊 可能不会 请问老师觉得这次病毒为未来经济带来的永久性改变 有一些可能会改变 可能会改变部分人的这个 生活方式对吧 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在家里上班 这可能是一个啊 那可能会改变一些包括这个 这个房地产呢 房地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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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商业地产呢 这些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 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啊 其中一个啊 好下载内容这个刚刚大概应该发给大家了啊 发给大家了 发给大家了 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啊 然后呢 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房地产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啊 有像像一些有些公司可能以后就不不在这个办公楼上班了啊 宣布在家里上班了 那硅谷可能很多公司会这样子很多科技公司可以这样子啊 包括现在科技方面也也能也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要求了啊 Zoom也是可能这个受疫情影响永久会改变的一个一个股票啊 包括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概念啊 未来经济体 这个基本面的东西不好说啊 也不是短期一两节课能讲完的东西啊 当然我觉得个别的股票对吧 这边还是比较明确明晰的啊 那有任何的机会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啊 对对你刚刚说的这个twitter announced their employee can permanently work from home 像这样的影响我觉得是永久性的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对吧 美股实战学院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上我们的官网了解一下啊 这边我们就不讲了 请问老师觉得这次病毒OK 这个也刚回答过了 回答过了回答过了OK 目前美股跟美金的走势不完全相同 美元在下半年是否有可能会回涨 刚刚也讲过了 那美元目前属于是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周期状态当中啊 那之前我们看到市场出现系统性回调的时候 大家对美元的追追求对吧 非常的凶狠啊 尤其是刚好是在市场在第二腿下跌的过程当中对吧 从这个3000点跌到2000亿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市场现金为王流动性为王都在追捧美金啊 后面稳定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美金还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一个位置啊 那这边似乎感觉又要向上走了啊 所以美元下半年可能还是会有继续的强势在啊 还是会继续强势在 然后黄金白银的话最近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避险保值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也是带动起来尤其是白银 最近我们看到经济啊原油啊需求方面起来了对吧 金属类的具有工业属性的金属的这个白银也起来了 但白银现在也是来到了一个主力位置 这个位置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啊 那如果回踩站稳了那可以是突破的对吧 可以是突破的啊 那如果回踩站不稳 那可能要往更低的位置去找找寻支撑了啊 所以这边白银啊是有继续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黄金的话呢这边似乎已经是在高位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三角形了 那黄金这边随时可能会往更高的位置走啊 那黄金看涨我觉得是一个主流性的行为 那可能现在黄金看涨的情绪稍微有点高啊 稍微有点高啊稍微有点高啊稍微有点高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黄金这边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逢低吸纳会比较好一些 而不要去轻易的追高啊 因为我觉得这边可能一时半会还很难突破啊 可能还需要一个盘整的时间 对吧 情绪上有点 大家看涨黄金的情绪有点太高了吧 从各方面来看 人民币这边我们就不讲了 中国房地产泡沫我们也不讲了啊 LK刚刚也讲过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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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个花粉过敏而已啊 美元突破立功黄金 美元突破对黄金来说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影响啊 黄金跟美元其实是可以共强势的啊 是可以共强势的 包括我刚刚分享过的这个图里面啊 比较避险的这个品种当中啊 防御性的资产里面黄金跟美元是可以同时的强势的 对吧 周期性的同时性强势 当然也有阶段性的可能这种 相互背离的这种情况对吧 相互背离的情况好 这个中学同学问问个股了啊 问的有点多啊 我们挑一些我可能比较熟的来讲讲默沙东 这个并没有参与到疫苗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啊 但也属于是生化制药板块最近是有拉动 但是可能不是属于资金债的位置啊 APAD这只目前我没漏到数据是不是打错了 AGIO这只也没有跟疫苗相关 但看图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了解不多啊 看图来说还是不错的 看能不能突破吧 以及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事件 我觉得这个需要继续关注的 MREUS这只我觉得是很有潜力的一只要股啊 做东西很新啊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只股票我觉得 应该是可以潜伏 然后甚至可能会慢慢往更高位置走 但成交量比较小啊 所以这只还是建议小量的参与就可以了 当作是一个永不过期的期权吧 KRTS这只了解不深也不多 第一次看到这只股票 但看图来说好像还挺强的啊 但为什么这边突然的一个跳空高开 然后一直在这上面 大区间的范围游走呢 这只股票我觉得波动比较大啊 可能不太属于我会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 阿里巴巴马上财报了啊 周五财报啊 代码打错了 是ADAP 也是一只药股啊 这只药股看图来说应该是有很强的动能 可以后续继续关注像上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 也没有深刻的研究啊 抱歉这些股票我觉得都需要深刻的基本面的研究啊 光看图我觉得是不够的 因为药物的基本面随时可能会改变一些潜在的事件 直接可能会把图形上所有的形态给打坏啊 呃有时候基本面是完全可以破坏形态上的一些一些潜在的预判跟变化的 而且形态上的图形上的判断也都是概率事件对吧 基本面的转变突发性的转变或基本面的好坏决定了这只股票啊更长远的走势啊 所以像这些药股的话我觉得一个原则吧啊 这边时间关系我没办法深入研究 我们以后到时候会会后啊有机会再探讨啊 药股有个原则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小药股对吧 这属于小药股啊 小药股或者市值偏小的股票啊 那说明现在可能还没有稳定的pipeline 或者还没有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产品啊 可以去带来更大的营收 市值可能还是偏于在一个小的 上几十个million几百个million 甚至可能还没有到billion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这种的话需要他有足够的现金对吧 所以你要看他的cash 现在他是否有足够的现金去烧钱去继续研究这些新药啊 有足够的现金维持未来的一到两个quarter 当然最好能够回到一到两年 那当然更好不过了对吧 说明短期内不需要蒸发 那只要他不断的有这个现金去研发 说不定会有好的消息带动股价会有带动预期啊 那如果他要蒸发的话 那股价肯定会被稀释会下来 对吧 那就是现金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你还要对他的pipeline 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啊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 药学的一些基础的内容了 或者说你是属于这方面的行业 或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啊 对这个生化制药方面可能有一定研究了啊 那我个人是有些医药背景的 所以我对药股还是比较 还是有些有些心得的啊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分享一下啊 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一下 阿里巴巴这边 我是比较愿意做一个butterfly的一只股票啊 比较愿意做butterfly一只股票 阿里巴巴这边 这周是周五盘后财报 是吧 应该没记错吧 周五盘后 周五盘前财报啊 拼多多是盘也是盘前啊 那这两只的话 我都会打算做butterfly啊 都会打算做butterfly 那我觉得阿里巴巴这边 会慢慢的向225这个位置去飘啊 225这个位置去飘 那阿里巴巴作为中盖的老中盖的大哥啊 那现在可能中盖的龙头 还是在拼多多上面啊 那拼多多昨天的这一个冲高到70 然后回落下来 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担忧啊 财报钱跑太多了 对吧 财报之后会不会大跌呢 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大家也要 因为保持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但我觉得阿里巴巴还是财报会比较稳的 还是会慢慢向上蹭啊 那这些阿里巴巴其实财报的预期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marketchameleon这个网站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上节课我们讲到的内容 阿里巴巴 他的earning的这个expected move啊 这里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预期5%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基本上每次都是啊 那这次也是5.7% 也就是如果要向上涨的话呢 可能会涨到5.7% 可能会涨到涨个10块钱左右吧 可能到228这个位置啊 但我觉得在之前有预袍的情况下 可能不会涨那么高 对吧 可能会受阻于在225这个位置 或者说可能更低的位置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极限的话涨10块钱 涨到228啊 或者说更多可能会在225的这样的一个中轴的位置 就是这里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金矿股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边大家问题蛮多的啊 有些问题讲过的这边我们就不在后续的延续了 好吧 不在后续延续了 阿里巴巴这个butterfly 我们再来讲一讲啊 然后还有就是金矿股 在等这个过程当中 本周金矿股空头 多还是继续看多 金矿股是GDX 看这个图依然非常的强啊 整体金矿的趋势依然是向上的 黄金的趋势也是中期向上的啊 所以我觉得黄金跟金矿 这边还是关注冯迪希娜的机会会多一点点啊 比较能力 这个期权可能会比较贵啊 所以你要做做看涨的话 并不是不可以啊 也要结合市场目前的动能来看 市场目前动能还是很强的 对动能股啊 成长科技类股票 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所以比较密之前我们讲过这边财报之后突破啊 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 点燃了这个行情大涨啊 那些也来到了120以上 120 130以上啊 那这边徘徊越长时间 那将会叙事往更高的位置去走啊 所以这边可以考虑 如果你要做期权的话 我觉得很好的可以控制 这个手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一小博大啊 以及控制这个风险啊 完全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期权比较贵啊 一会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阿里巴巴啊 一定要把这个界面来到这里才可能在low是吧 这可能是一个 那等一下这个数据啊 好我们再回来再看吧 一会我们讲讲阿里巴巴还有这个比较密啊 实在不行的话我可能要重新开一个tab 是不是我刚刚登录的时候 没登录好再登录一次 买入期货的期权最大亏损是投入资金 买入期货的期权 对如果是买全的话啊 所有的期权 只要你是买家的策略买全的策略 这个买家的策略都是最大亏损是投入的这个成本 对吧 请问怎么看bdb跟京东 那我觉得bdb跟京东 其实这边已经涨蛮多的了啊 涨蛮多的了 可能 京东这边还会有后续的一些预期 因为他可能跟网易会携手 向港交所进发啊 所以这两只股票 像我们看之前阿里巴巴对吧 在香港上市之前有一波拉动 上市之后也是迅速的从这边拉上去对吧 当然也结合当时市场很强的一个原因啊 那我觉得还是要整体来看啊 那我觉得京东啊 还有说网易这两个可能也是在提前的预跑啊 照着阿里巴巴原来的一个剧本在走 但是已经跑了很多了啊 已经跑了很多了 那反而我觉得bdbd这里户须的成长性 也是华尔街非常喜爱的 也是最近非常强的一只中盖啊 另外还有一只中盖我觉得也是很强 但是还没有开始突破的一个是万国数据 也是做大数据的做这个云数据云软件的 这个也可以看一下也是中国中盖啊 我觉得是这个可能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vix要突破了吗 我觉得vix倒没有要突破的意思啊 目前vix还在寻底 甚至这个底部能不能站得住啊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啊更重要啊 BKBOOKING.COM 我觉得很多旅游类的股票受疫情影响最大的 最近是因为有疫苗的前提下 很多股票开始慢慢的回来了啊 很多股票开始慢慢的回来 像XB点啊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邪程对吧 还有这个triggervisor这些啊 都是有些骚动了啊 那我觉得还有一些小的股票对吧 也是跟疫情跟这个旅游网站相关的啊 这个sabry啊 这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像这些股票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啊 可以去看一下 那booking.com是其中的一个龙头啊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需要股价比较高啊 那波动的金额会比较大 但是百分比的话可能还是相对于说 刚刚我说到其他股票来说相对比较平稳一些啊 但也比这些同价类的股票像amron啊 对吧 也是一也是几千块钱的股票 可能要猛一些啊 可能要猛一些 这个动能也很强的啊 没有什么特别点位上的推荐啊 那我觉得只要大盘继续的有复工开放啊 就是美股美股有复工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节奏预期那这些股票依然还是会有上行的动能啊 京东拼多多跟bilibili这些上涨的动能 还有上涨的动力吗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因为中概最近很多股票 有受到这个疫情的正面影响 包括港交所上市啊 包括最近机构对这些股票的一些青睐啊 可以看到有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啊 啊这边我看大家的刚刚的一些问题 最近中美疫苗都有进展 原油最近反弹到30 原油期货反弹到30了啊 后期会不会随着疫苗的发展 原油股航空股游轮股都可以投资 那我觉得原油股的话很早的时候就可以投资了 对吧包括当时原油跌到负数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说原油股是可以有投资的啊 那原油可能不好去投资对吧 但是原油公司有些原油公司还是可以投资 当时我们推荐了好几个巴菲特持有的 像XY啊这些对吧 长期持有SU啊这都是有最这这中期来说 最近都是有一些表现的啊 那原油股的话 依然是可以关注一些优质的一些一些资产啊 一些资产比方说一些龙头啊对吧 这龙头肯定不会倒的对吧 这龙头肯定会在的啊 而且随着这个经济的恢复 慢慢的这些原油龙头会慢慢的回来啊 那些包括原油先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 32块钱对吧 30块钱以上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了 那些能源公司我觉得是可以投的啊 然后航空公司的话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航空公司图形很差 包括波音也是对吧 都还是在徘徊的低位 甚至这个低点感觉是要去测试的这个感觉啊 但目前如果疫情美国复工目前这个节奏还可以啊 没有说第二次大爆发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 我觉得这些航空类的还有邮轮类的股票要非常的小心 更多是作为短线投资 因为我觉得这些我个人的这个想法来说的话啊 可能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 因为短期内不要期望说这个飞机能够满足 对吧也不要期待说这邮轮能够复航对吧 我觉得这个除非说有疫苗出来真正出来之后啊 那这些股票可能才会真正的安全的可以去投资 要不然呃现在在目前只是很多一期数据的这样的一个 疫苗预期下啊市场已经疯掉了对吧啊 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这些航运股啊 航空股 邮轮股并没有什么过激烈的反应啊 说明市场对疫苗并没有特别特别或是真的去 有更有很好的一个期待 如果疫苗真的能成 那那维军库斯兰还有这些航空股啊 早就起来了对吧 Delta早就应该爆起来了啊 我们看到并没有破最近的高点 而且还是在低位徘徊啊 所以我觉得更多就是短线投机啊 更多是短线投机 好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 个人的一些看法 这数据还是没有 我再来一次 是我的网页问题吗 Netflix破前高位没有成交支持的怎么看 好 应该可以了 好应该是我刚刚的问题啊 呃 刚刚几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对吧 刚刚我答应大家看阿里巴巴 有了 那应该是我刚刚网页的问题啊 抱歉 现丑了 我最近网页跟这个电脑 还是有些问题的 要换新电脑了 嗯 那刚刚我说建议可以做225 25的Buddlefly啊 2825封顶啊 不要说 当然你觉得阿里巴巴能涨到228 也可以啊 当然这里好像是没有我看这里要选 5月22号啊 Buddlefly不需要买不需要 买太长时间啊 只是我们需要他的到期的时候 到达我们这个区间就可以了啊 那目前我们这个区间看看 这里有没有228的228是没有 227.5是有啊 那如果说我们这么做的话看行不行啊 看这个风险回报怎么样啊 225作为中轴222.5 222.5 225 227.5 这么样去做一个Buddlefly 可以看看 这个风险回报比是怎么样的啊 成本1比3的风险回报比啊 如果说达到这个220 22.5到227.5之间啊 最大利润将会再达到在225的时候达到啊 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回报 那你的潜在的成本对吧 最大风险也是定死的对吧 最大回报 这里也是比较清晰啊 那如果说阿里巴巴是中立偏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财报之后的反应 在最后一天22号落到这个区间的话 那你可能会有潜在这样的一个回报啊 那就是阿里巴巴对吧 可以现在做这样的一个Buddlefly 拼多多的这个区间可能不太好去把握啊 这边我就不做更多的推荐了 那拼多多也是可以尝试做Buddlefly的一支股票啊 比奥特密刚刚有同学问到的这个long call 我觉得还是留有足够的时间 最好买下一个月的啊 6月19号的月期权 那这边其实期权是非常非常贵的 对吧 如果你直接买145的145现在属于是at money附近啊 那如果说你要买150160这种价外一点的期限也是很贵 150的价外期限也要10块钱也1000块钱一张 你这样去做的话我觉得滑不来对吧 我就滑不来啊 虽然说他的这个潜在回报 随着股价不断增长是unlimited 最大成本最大的亏损也就是1020 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更适合去做这种covertical啊 你可以买一个cost spread 用更小的成本去潜在去博取更大的利润 比方说你可以买一个稍微价外一点点的cost 160 175的 10块钱宽的这样的一个spread 那这个10块钱宽的spread 最大的回报就是10块钱对吧 160跟170的这个差价 10块钱就是你最大的回报 减去成本之后就是这两个加起来是10对吧 1000啊 你成本是4块4块2毛5就是425一张 然后最大回报是575两个加起来是1 然后加起来是10啊 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对吧便宜一点点啊 成本是降下来了 但是你的回报也是封顶了啊 所以做covertical spread 或者说做call对吧 这可能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效果在根据自己情况去选择 还有当然还有diagonal对吧 这也是bullish的其中一种形的一种情况 就是你不断的去买远期的期权 但是你不断的在卖近期的一些期权啊 来收取或者finance啊 资助你远近期的啊 资助你buycode这边的期权权利金 因为你不断的卖权对吧 可以收取权利金来抵消你这边买的更长时间的code 这也是可能可能需要有一定操作性的啊 或者是需要比较进阶的这种期权玩家 可能可以去考虑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吧可以去考虑的这样一个策略 好我们看Netflix啊 Netflix这只也是期权比较流通性很强的啊 那这只股票我觉得也是受疫情的影响新经济啊 受疫情影响新经济啊 那这个是会随着大盘不断向上飘的啊 那只要Netflix这边赖的不跌啊 或科技股一直在往上走 那我觉得大盘会继续的强势 对吧大盘会继续强势 那对中国股票我没有什么太多看法 我觉得中国现在两会啊 所以说可能这个股价会稍微的 呃有些这个强势啊 但是也不要做过高的期望啊 嗯 两会之后往往可能会跌下来啊 PC跟MB是什么东西 会重新成长 MB是一只股票吧 多人多的股票啊 PC跟MB 不太明白你这个东西啊 中国后市看好的股票 刚刚讲了好多了啊 给自己看一下 能源有能源股有机会回升吗 那原油价格如果一继续稳定在高位的话 原油股市可以回升 但我觉得原油最近涨的有点多 原油可能需要一个回调 那可能会有更好的介入的机会 呃这邮轮股刚刚也讲了 请问基金 对冲基金要做空一家公司 他们会怎么操作 对冲基金啊 往往是这样子的 他会对冲 对吧 所以他叫对冲基金 所以他做空一只 做空一家公司 他可能会卖空他的股票 同时用期权对冲 或者说买他家的股票 然后用期权去做空啊 如果要看空一家公司 一般怎么操作 通常看空一家公司 可能就直接对这个股票 或者期权 有一些想法了 对冲基金可能就是期权 对冲基金跟股票同时 进行一些配对的交易啊 然后呢 希望这个股价会有大的波动 所以他的这个期权 或者股价方面 会有通过波动 通过Vertility 来赚取钱 所以这东西 更多像做事商一样的赚钱 更多是赚取波动的 而不是说 赚取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振幅的啊 当然他希望说有单方向的这种 大的振幅 对吧 但可能他不是当全面的去 赚一个方向啊 他是期权跟股票同时 可能会买不同的方向啊 对冲资金买哪些指数啊 对冲基金指数可能就是做 标普指数吧 作为他可能手中其他仓位 方向性职位看涨的一些对冲啊 院长如果做波段交易的话 哪些指数比较前瞻性啊 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是有后瞻 后后置性的啊 都是确认跟后置的 前瞻性的东西 只有内部指标跟先行指标啊 欢迎上我们官网了解一下 资金流的这个视频啊 资金流 还有一些内息内部指标先行指标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 所以具有前瞻性的 CLBS这支股票太多的债了啊 这支股票就算了 因为他也是可以考虑做个butterfly啊 当然这个涨的有点高了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中立偏不涨的 这样的一个butterfly啊 就是赖的这里不跌 已经是最强的一个表现了 CDS这支也是一支流氓股啊 这支股票就算了 我觉得就不要碰它了啊 XLB 这个是属于healthcare ETF 对吧 healthcaring或者是老年化少子化经济相关的 这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研究啊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这相关的一些REATS ETF 因为我觉得有些养老院的ETF啊 对吧 这可能跟老年化相关 所以说这个子少化经济 care giving 这个时候老年化对吧 这些可能养老院的一些REATS啊 房地产信托啊 天然气看涨可以买吗 天然气这边我觉得目前这个UAZ啊 还不能买啊 目前还是DGAZ的这个DGAZ的表现时间啊 也就是反指看涨啊 看DS天然气的这个趋势啊 当然这些股票这些东西我都不建议大家去做啊 银行目前是表现最弱的一个板块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 如果喜欢动能的话还是科技 你喜欢价值的话 银行在这里面啊 银行在这里面 苹果新出的电脑就会卡一卡的 VALE 这只也是做基础原料的对吧 随着白银这些行情起来 也会慢慢的带动起来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股票 更多可能都是价值 跌出价值了 然后可能有些补涨的行情啊 因为达 这只还是可能偏中立的butterfly 我觉得可能大涨 不做过高的期望 大跌我觉得也可能不会啊 可能跟拼多多一样的 这两个都是周四周五财报 对吧 可能会有中立的 这样的一个butterfly的机会 大家可以考虑去做一下啊 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对吧 我刚刚已经分享过了这个Drawboss 期权101 美股市场学的一些期权的这个总结之前这个网络上的编辑 汇总的一些期权基础101的那些内部资料啊 也发给大家了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情也可以上我们官网去看一下啊 那这个刚刚也是把我们的内部资料给大家整理了 发一些基础的内容出去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帮助啊 希望大家有帮助 然后呢也是这些承诺给大家的啊 那这些时间也过得特别的快啊 又到我们说再见的时间了 那本周也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一些经济事件啊 那可能还有一些财报值得大家去关注 那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交易周 比方来讲更多信息 也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服专线电子邮件 first trade的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横杠1985 服务华人30多年的老牌券商 真正意义的免用券商 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 我们美股期权公开课 周三再见 until next time Jugu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 拜拜